4月22号是第51个世界地球日 主题为真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地球呢 点个卖的时候从来不要参聚 绿色雏形 包括垃圾分类 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对环境的污染都特别大 怎么样去处理都会关注这方面 我在公共场所的时候 有看到其他的人没有关掉水龙头 或者他在滴水的话 我都会非常有意识地把它去关注 这是我从好到大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尽量绿色出行吧 尽量不采草坪吧 然后一般可能比如说地上有什么东西的话 还是希望把它能捡起来 一般去超市都使用那个 都带着自己的那个布带的 尽量不用那个就是一次性的那种塑料制品 外出的时候可能尽可能也那个使用公共交通吧 我一直建设用地摊出行 如果进到的话我就会骑自行车 开车的话会有委气排放 采访中绿色出行低碳出行等词汇被频频提及 不少民众表示防控疫情期间 共享单车成为短距离出行的首选工具 也借此重新发现了骑行的益处 疫情过后愿意继续选择骑行方式出行 疫情期间更多的就是骑自行车出行 就是地铁的话人会比较多相对的人员密集 可能会有接触什么的 骑自行车的话相对自由 而且就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就是以前主要就是坐公交上下班 然后现在疫情嘛 公交人比较多 所以说骑自行车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而且骑自行车的话也相对比较环保 距离也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近嘛 5公里以内都可以骑自行车来解决 也比较方便 只要我不去远郊 或者是不见什么特别重要的客户什么的 我都会低碳出行 骑个小车感受一下阳光挺好的 我一直都觉得低碳出行这个事 不管是不是在疫情当中 也应该一直持续下去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 我们4月份比2月份的骑行量 增加了410%以上 然后用户的骑行习惯和骑行的事件 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之前是地铁公交的接拨工具 现在因为地形期间 骑行的安全更加重要 所以更多人选择了中短图的骑行 骑行在三公里以上的减速的很多 从这个趋势来看 骑行量在去年到现在相对比较稳定 第51个世界地球日当天 也是共享单车进入城市运营的4周年 美团单车启动骑机换货城市行动 向用户提供免费骑行服务 倡导绿色出行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天的免费的骑行 帮助或者促进更多的人 去使用单车去上班去骑行 去给城市减少一些负担 也能给这个城市去增加一些环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